早晨,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天帶大家來到太子一間 剛剛營燈了米芝蓮必比登的酒樓 前身就是鳳城酒家 現在就改了名叫宜東酒家 由一班舊員工和舊的食客頂手來做 是由去年5月開始的 我們試試它的點心行不行 因為好像我的點心蠻特別的 大家一起來吧,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記得訂閱和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多謝! 它都很方便,在彌敦道那邊 我們在太子地鐵站C出口 上來我們就在C1,這邊上去 出來之後我們轉右 然後向對面馬路直走就是了 這裏都是維持傳統的龍龍大體堂 雖然是小一點,這個地方不算很大 但它有兩層 一般酒樓很早開 可能7點、6點多都有 但這裏是9點才開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記得我最初開頻道的影片就是拍鳳城的 不過在尖東 最近我去尖東都見到它結業了 那時候它是任食點心的 還有小菜 以前比較少一點 近一年就多了 不過好像在鳳城幾間都不同的股東 我又不太知道尖沙咀那間是甚麼股東 有沒有太大關係 但這間本身是原店來的 今天來就是喝早茶的 它有些孖寶 我看到它有A和B 便宜了35元 貴了43元 價錢也不貴的 旁邊還有一些 星期一佔的精選點心推介 都是比較便宜的特價 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精選點心 是11點半前結帳才算這個價錢 它還有一些試日精選點心 它去到4點鐘的可以 譬如蝦餃 19元 但只有兩隻 記住 還有燒賣也是 我都叫了的 它強調是淡水蝦餃 不過我所知應該很多都是用淡水蝦的 還有一張standard的點心紙 當然來到這裏一定是 要吃它最特別的 就是classic的代表作 就是上通炸粉果 另外它還有一些懷舊少少的 譬如蠟腸卷 還有我看別人都挺帥的 拍出來的那個叫合桃叉燒酥 因為跟普通叉燒酥不同 有些合桃的 我都會叫來看看好不好吃 講得很久都口渴了 老規矩先試一口茶 我這次是叫香片的 它的茶有一點點回甘的 有一點點香味的 又不算很濃的 我覺得就OK 不是很好的中間水平 這裏的茶位是早茶是12元 小點是16元 大點是33元 這是我早茶的時段 其他時段你自己看吧 這個蝦餃第一龍來了 雖然只有兩顆 但你看到整個龍都滿了 真的比一般那些巨很多 我給你們一個匙羹比較一下 還有我給你一隻手 你看看 它是一般蝦餃 沒有兩倍都1.5倍 我沒拆開 你就這樣看到 它裡面應該都脹了很多蝦 透到出來 你看到都是脹的 打開 不得了 你看看全部都是蝦 我想都數不到 我想起碼都有六七隻 我想都有 應該 然後一打開 那時蝦的味道 香氣都飄了出來 那它的蝦都頗彈牙 頗爽口 蝦味吃的時候 就不是非常之濃 而且它就沒有那個筍絲 豬肉汁那些就沒有的 那裡面就不見有豬肉的 全部都是蝦 那皮呢 其實你都看到 它稍嫌厚了少少 可能因為它這麼大 它的皮膚太薄的 那些蝦就會爆出來 我懷疑 所以要厚身了少少 所以要有犧牲 總體上我覺得是好吃 和是抵抗的 因為19元兩隻 每隻都這麼大 燒賣來到又是很巨型的 它兩顆都差不多 側滿了整個籠 它的表面都有一些蟹字 裡面的餡料 我打開看一下 因為太大塊了 那除了豬肉之外 它是一些蝦 冬菇 就是平常燒賣那些 這麼大塊肉 如果不好吃的話 真是很難燒 幸好它的肉 都挺有鮮味的 而且它不會很鬆散 很軟 蝦也跟剛才的蝦餃一樣 比較彈牙一點 整體上 它調味不重 不鹹 而且吃起來挺有彈性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來到巨人角 它連負皮卷 都是比平常大的 可能你只看照片 影片未必會看得到 但是其實它這個一條 人家那些可能剪一半 我想可以剪到三條 但是人家三分之一 它跟坊間的有少少不同 刺下去很實 它的皮 就不是那些脆到一咬 一咬一咬的聲 但是 都是有點硬的 腐皮都挺好吃的 裡面有很多蝦 還有一些狗黃 都挺多的 就這樣咬下去 就不是只有蝦的蛋 原來應該是 我猜一下 就這樣吃下去 如果沒有錯 應該是蝦膠 在裡面 所以特別 很實淨 所以吃下去 不是平常的 吃在裡面 比較空心 它不是 即是咬口很強勁 來到它的代表作 Signaturedisc 上湯炸粉果 這個真的是這裡的代表作 平常在酒樓很少見到 這個是終點 但是它也有四個這麼多 每一個都很大個 炸到脹煲煲 那拆開看它的餡 也是充滿了蝦的 今天吃了很多蝦 頭三碟全部都有蝦 那我就試試一個 就這樣不點湯吃的 就脆一點 那我覺得它的外皮 就是挺煙韌的 還有有一點甜味的 我看了一點黃色 我猜可能下了有些番薯來搓 如果錯的 請糾正我 然後另外這個 我就試試點湯 軟一點 看看有沒有好吃的 那當然 浸了湯會更加好吃 因為它是偏向厚一點 你浸了 軟一點 咬下去 更加有一點煙韌 還有沒有那麼熱氣 它的蝦裡面 都是挺多 還有蛋 加上有一點狗黃 這個是不錯的 它這個SignatureDisc 都保持應有的水準 接著來那個 我上網見到 都很多人點的 這個叉燒酥 不過它是特別一點 上面有個合桃的 那你來到 看到它的形狀 其實有點像雞批 合桃只有一個 但是吃起來很香脆 它燙過 所以很香合桃味 普通的那些 通常都是酥皮面的 這個就是雞批面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皮 它的皮都很鬆化 很有香味 牛油香 這樣 打開看 裡面的叉燒餡 你看到我都翻了出來 有一大塊叉燒 裡面的叉燒的味道 都調教得不錯 那些汁醬都做得不錯 所以都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人點 外面真的沒吃過 在酒樓沒見過 接著吃了那麼多 煎焗東西 炸東西 來回蒸的 這個就是蒜蓉蒸 這個看上去 你以為很普通 它比起剛才那些 就不是超大份量 但是都是足料的 因為我看上網 那些人都有讚這個 那我試一下 那我吃下去 它調味就不太重 它是少少蒜蓉味 為主 沒有蝦醬味 底就沾了一些粉絲 其實揭開 它都有很多塊 而且 舊的也比較厚肉 咬下去又比較脆 而且它不會很難咬 我懷疑它這些 不知道是不是大味油 吃下去都挺新鮮的 幸好它的蒜蓉味 調味不太強 調味不太重 不會遮了一些魷魚味 是稍然粉絲 墊底的比較乾了一些 這個四寶雞炸 也是很多人點的 來到又是巨人版 又是比平時大 而且聽說是很足料的 還未打開之前 看看腐皮 它不是深色的 外面的有些是比較乾 硬一點 它就不是的 是屬於比較鮮的腐竹 吃下去的豆味比較濃 第一個發現就是豬肚 這個豬肚也挺大的 吃下去也挺爽的 不過就沒有什麼味道 但好處就是沒有什麼內藏味 整個東西就沒有什麼味 裡面也有很大塊的芋頭 芋頭也夠粉 正常水平 魚肚也是正常水平的 沒有特別好 但它就沒有那些很腥的魚的味 因為有些魚肚 它比較有魚腥味 這個就沒有 這個雞就很大塊 它主要是雞腿來的 所以吃下去也挺滑的 它做得不會太柴 吃到這裡已經開始很飽了 它就樣樣都這麼大塊 最後這個就點了一些比較傳統的 叫彈簧豆沙角 這個也是比較少有的 在外面 它的表面就有很多黑芝麻 真的多得誇張 有幾塊 裡面打開 你看到除了很滿的豆沙餡之外 你這樣看可能未必看到 我另外再拆開一點 吃了兩口之後就發現到 那個彈簧在裡面的 它的皮做得不錯的 比較煙硬一點 有咬口的 裡面的豆沙都做得很綿 而且不算太甜 加上彈簧 因為彈簧有一點鹹味 好像月餅一樣 有一點點鹹 加上甜 中和 口感層次比較豐富 總結一下 先說回環境 你不要期望一個很華麗 菇緬堂簧 都是一些平民的裝修 格局 而且不會坐得很寬 但是尚算乾淨 價錢方面 你如果比较便宜的 當然不是便宜 但它不是貴的 屬於中價左右 但是你比较它的份量 你覺得是對得住價錢的 所以我九點半左右來到 其實都已經坐滿了人 食物質素大部分都是中上 正如我剛才所說 還有比較傳統一點的口味 外面少有一點的 不要管它是否米不米之連 最重要是食物質素能保持 所以就要靠你們一起監察 又是對我提大家訂閱的時候 記得訂閱是免費的 大家幫幫忙 那我都走了 下次再見 我先去結帳 就這樣吧 拜拜 謝謝 謝謝